醒目一拍咱们是书归正传 上文书啊 咱们聊的是这杆尔丹和他的老师 武士达赖活佛呀 一同定计 那么说把这伊尔强韩国就画到了准杆尔的境内吗 不是 他们呀扶持了一个自己的傀儡力量 谁呀 就是颠巴颠巴的从北疆啊 把他们请到南疆来帮忙的那位阿伯克和卓 这准杆尔韩国呀 毫不费力的就拿下了整个伊尔强韩国 最后一任的东查派台韩国的大韩 也就是伊尔强韩国的大韩呢 伊斯玛因韩就被带到了南疆 没过多久啊 就给整死了 那这仗呢 说实话啊 打的也不是很精彩 这准杆尔韩国的蒙古骑兵呢 只是在这个首都的伊尔强城 以及这个喀什噶尔等地啊 受到了当地维族人民的激烈抵抗 其他的地方啊 基本都是投降 那这原因有两个呀 一个呀 是这个蒙古骑兵 对这个缠灰士兵 有压倒性的优势 哎 打不过人家是真格的 那其次呢 就是有内奸呢 这内奸是谁呀 说起来呀 倒是也算不上内奸 就是把这准杆人请来的 白山派合卓 追随的这些信众嘛 那现在咱们仗打完了 这城池啊 也都归了这个阿伯克合卓了 阿伯克合卓呀 也顺利的登上了王位 可是呢 来让这个阿伯克合卓和这些白山派信众 乃至整个当年伊尔强 韩国的民众 没有想到的是啊 请神啊 容易 送神难 这准杆尔汗国的大韩 杆尔丹呢 按照他老师武士达赖的发指啊 亲自领兵 收服暴君统领的这些城池 让阿伯克合卓登上了王位 这法指里边啊 还有一句呢 哎 就是啊 然后你再返回原地 哎 那意思就是说呢 完了事之后啊 你别骚扰人家 别在人家中驻军 你就回你的伊尼 老了 实际上 这武士达赖也不是这么想的 他知道他的徒弟杆尔丹 也不会这么认为 那既然是这样 就得跟你这阿伯克合卓呀 咱们聊聊这个善后的事宜了 第一步是遵守约定 按说呀 应该是人家这个阿伯克合卓 或者是推选 或者是自立为王 不解 这杆尔丹呢 哎 封这个阿伯克合卓 为南疆这块地方的首领 听着呀 是没什么大毛病 但是您仔细琢磨去 这不是爸爸跟儿子的关系了吗 那甭管怎么说 这阿伯克合卓这场政变呢 哎 也可以说是护教行动啊 算是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 您怎么着 也得感谢人家一下这些蒙古人吧 于是阿伯克合卓提出 给整个参加战斗的准战尔军 都换了装备 崭新的棉衣棉裤 那他怎么有这底气呢 您别忘了 到现在为止 这新疆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地 所以说这事啊 他手到擒来 并且啊 给这个大汗 盖尔丹本人 四千腾格的白银 这腾格的 是一个计量单位 一腾格啊 有的人说呀 是一两 也有人说呀 是不到一两 甭管怎么说吧 反正是不老小的钱 并且啊 同时答应 以后的每个月 都会给盖尔丹本人 孝敬四千腾格 那这么算起来呀 每年给盖尔丹本人的银子 可就小五万两了 说完这些之后啊 这阿布克合着端起酒杯来看着大汗 盖尔丹 这盖尔丹呢 没说话 脸上的表情很凝重 张嘴就说呀 这样不行 我看呢 从此以后 你的南疆啊 还要向我北疆交付税 至于交多少吗 我们拟了个张成 你拿去看看 这阿布克合着拿过这张纸来一看呢 哎 下巴差点下掉了 这南疆诸城啊 每年要向准盖尔韩国交纳十万腾格的银子 一万五千查拉克的小麦以及土特产 这查拉克是个计量单位 这一查拉克大概就是八公斤 那简单的说呀 就是不光要钱 这食物税呀 你得也交 我估计呀 这盖尔丹呢 是跟俄国人学的 哎 多少食物呢 要交一百二十吨的小麦 这里边啊 还不算这棉花和皮毛 这棉花和皮毛怎么算呢 多有啊 就多给 少有呢 就少交 哎 这盖尔丹他也不糊涂 他知道这棉花和皮毛 哎 有多少出产 完全是靠天吃饭 一场白栽下来呀 牲口可能就死干净了 这大旱之年呢 棉花也会绝收 那这盖尔丹还提出 你们呀 向我们玩税呀 那是应该的 不过你们得吃水 不忘了挖井人 是谁给你们出的主意 让我来帮忙的呢 哎 又是谁给我写了信 让我同意来给你们帮忙的呢 那还不是远在西藏 我的老师武士达赖活佛吗 你们看看 你们有什么表示呢 这样吧 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 这阿布克合着呀 低头听着 一琢磨 怎么什么事 你都替我们想好了呢 不过这会儿啊 他也不敢惹 噶尔丹只能低头啊 听着 这噶尔丹说你们呀 每年呢 向西藏活佛进贡一次 至于进贡多少吗 看你们的意思 我知道 你们绝不会呀 把这点意思 弄成不好意思的 噶尔丹交代完这些事之后啊 这才端起酒杯来 一饮而尽 饮完酒之后 就看着阿布克合着 好像说呀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这阿布克合着一看呢 哎 上山秦虎义是开口求人男 既然求了人了 实力又不如人家 那只有人家说什么呀 咱们就听着 于是啊 把这些噶尔丹所提出的条件 就全部答应了 哎 这呀 是能忍的 说实话 这噶尔丹对整个南疆的统治 还有很多不能忍的 这南疆的维族啊 以及啊 维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啊 那手非常的巧 也是啊 一群能干的农民 不但呢 会精通手工业呀 也精通种植 首先这噶尔丹呢 在这个南疆诸城 选了不少精湛的手工业者 尤其是铁匆啊 就卤到了伊犁 哎 让他们来干嘛呢 让他们大量的生产一种盔甲 叫什么甲 叫锁子甲 这种甲啊 是这个铁叶片的一片搭一片叠加而成的 这种甲主要就一个功能 就是防御弓箭 哎 那显然了 那这周边的国家里边 谁最擅长骑射呢 那自然就是大清朝 还有啊 就是现在这会儿啊 俨然和大清朝已经是一家人的主流盟国 从这会儿看呢 哎 这甲尔丹已经就开始针对大清朝的备战了 这些工匠啊 遭了罪了 这甲尔丹呢 检验这些甲州合不合格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往上射箭 一旦射透了甲州啊 这工匠就只有一个处罚办法 怒死 那么说广迁这个手工业者吗 不计 他还得迁大量的农民 他把很多的缠回从南疆就迁走 迁到哪啊 迁到伊犁和塔城附近 给这群准干人呢 种粮食蔬菜 还给这群人呢 起了个族名叫塔兰奇 也就是啊 种地人的意思 咱们中国人呢 哎 那会别说中国了 那会就说咱们华夏人呢 普遍都有一种感情叫做种土安谦 谁又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哎 背景离乡啊 那通常都是形容逃难逃荒 没有办法时候才做的选择 那甲尔丹不管这个 那既然呢 你是我的儿子国吗 这蜀国吗 所以说呀 我把你的人迁到我这儿来 给我种粮食 种菜呀 那是应该的 那么咱们说了半天了 这甲尔丹呢 对南疆做的混蛋事了 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那倒是也不是 这甲尔丹呢 也不愧为一代雄主 在蒙古这个魏拉特法典的基础上 针对呢 现在扩大了的国土 以及自己的蜀国 他又更加的完善了一下法典 各种族与阶级的权力与义务 咱们说呀 这里边阶级好懂 为什么 因为这官老爷嘛 永远不能和大一巴老百姓啊 喝一国粥 哎 重申一变 重点才永远 古今一礼啊 贵族跟平民接近嘛 就是不用你强分 他一眼也能看得出来 那这个种族呢 就要讨厌了 哎 这蒙古政权啊 永远是混蛋的根子 他看不起除蒙古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张嘴闭嘴啊 就把这个大元政权挂在嘴边上 提起承其思汗 比提起亲爸爸还亲的那群汉族人 他们总认为啊 元朝人挣的那点土地财富啊 都是咱们华下的脸 得忘咱们华下人脸上贴金 实际上不是 那会儿的成吉思汗时代呀 包括后来的忽必烈时代 整个元朝吧 把这个人呢 就分三六九等 现在的北京 也就是元朝那会儿 大都附近的公民呢 哎 汉人 他们称之为汉人 过了淮河之后 您要还是汉族 或者其他少数民族 他们怎么称呼啊 您呢 一查百度 您就知道 不用我在这儿细跟您聊 我说出来烫嘴 想起来恶心 不过这部法典的建立呢 还是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了全国的所有体系体制 那具体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规范了当年缠回啊 一些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和管理理念 除了政府行为以外呀 其他人私自的签席都是违法的 并且这里边还要严惩偷借 以及这个互助经济 救护贫困 完善审判制度等等等等 当然了 这些都是有利于人民以及发展的 那么说准个二韩国这边发展的越好 那边的大清国就应该有所察觉 因为现在的准个二韩国 他自己嘴上说是臣服于大清 但实际上磨刀祸祸 所做的所有军事以及经济上面的准备 都是要对大清发动战争了 那这简直就是秃子脑袋上的狮子呀 那是明摆着 难道说这康熙就没有察觉吗 这会儿的康熙呀 现在正顾不顾面来呢 怎么呢 正是中原的三藩之乱时期 这不用我多讲 您自己就能明白 现在的中原大清国他有多乱 嘎尔丹就趁此机会大大的发展了自己的实力 拿下了这个叶尔强韩国呀 算是他老师和他的计划得逞 当然了 也有这个叶尔强韩国内部的阿普赫合着 和白山派的神助攻 这也算得上是偷鸡取巧 搂草打兔子呀 两不耽误了 可是这其他周边国家可没有那么好欺负了 到了下文书啊 咱们得讲两集打仗子了 看看这嘎尔丹对周边的这些政权 是如何硬使 硬拉的